记者从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活动新闻中心获悉 9月14号下午至16号凌晨 北京天安门地区及长安街沿县 举行了国庆70周年庆祝活动第二次全流程全要素部分力量演练 与28万人参演、管理或承担现场各类保障工作 据介绍 第二次演练包括庆祝大会仪式、阅兵、群众游行 联欢活动、转场及应急处置六项演练内容 重点磨合、内部衔接 全面检验了各方组织指挥和保障体系运行工作 第二次演练在首次演练基础上增加更多人员要素和环节 其中授阅部队重点进行了阅兵式、分裂式、地面梯队编程演练 群众游行重在演练集结疏散、整体行进、配合衔接 联欢活动演练了各表演区块的整体融合和衔接配合 现场呈现出浑然一体的表演效果 这次时长超过24小时的演练活动组织有序、环环相扣 每条流程、每个场景、每项任务、精确到分、细化到秒、责任到人 达到了预期目标 北京市有关方面表示 第二次演练时间跨度更长、涉及区域更大 特向广大市民的理解和支持表示衷心感谢